另外县议会的消息来看到 花铃县议教育小组的召集人 吴建志一行人 28号是前往了七角川遗址 以及临顶遗址来进行考察 那么文化局长吴敬毅 以及考古团队来说明 遗址抢救的情况 那么经过一番的说明之后呢 希望文化局能够在这两处 兴建考古博物馆 让大家了解地方的历史文化 同时也可以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 为了解七角川遗址和临顶遗址 抢救的情况 欢迎先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吴建志 先议李秋旺 迪布斯遗赖和魏佳燕前往现场考察 文化局长吴建议以及考察团队 也向教育小组陈一门进行说明 开挖的情况 同时也引以解说开挖的遗物 教育小组召集人吴建志表示 由于临顶遗址开挖的工作 已经将完工了 也建议文化局在这里新建 考古博物馆来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 我想这次来做这个 考古文化遗址的这个考察 那希望我们这个民众能够对于这个文化遗址的这个保护 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那最重要的是来看到这个有4500年前的遗址 有一些陶制品的部分 那希望我们这个文化局能够积极的争取 在这个地方距离市区花莲市也算还蛮近的 那希望是能够文化局在这边能够这个成立这个 希望能够新建一个这个考古的这个文化遗址的一个国务馆 那因为这旁边是也这个林地的部分 然后这个也是算算是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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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肠局的土地 那希望在这边能够能够成立一个这个考古博物馆 那让大家能够有对这个考古的文化能够更深一层的认识 赵剑林武建制品老师 花莲好山好水好人情 富有丰富的文化遗址 尤其古文物遗址可以说是花莲县最具特色的文化资产 也希望透过考察的行程来了解地方执行的情况 同时也会大力的支持文化局各项预算 共同的营造花莲成为文化美丽的新城市 记者终于收封箱的报道